各位同仁 那么防疫工作每一天都很重要 那机场的这个全面的筛检 那么这个是要找出潜藏的黑素 找出潜藏的传播链 那避免这个传播链的扩大 但是在我们现在已经确诊了这24位 那么多数是在桃园居住 那因此确诊个案一样会有家庭传播链 职场传播链 以及社区的传播链 因此必须要进行疫调匡列裁检 所以每一个确诊个案 每一颗球都会衍生出一系列的工作 那这也是防疫工作非常辛苦的地方 那我要特别谢谢所有的同仁的努力 那居服员的家庭这条传播链 那么他的传播的这个 威力是特别大的 为什么呢?大家仔细看一下 这个1月9号夫妻都确诊 那丈夫的CT值是19.7 那追溯起来他到12月30号前就有部分症状 也就是说他可传播期长 那1月9号同一天确诊的妻子担任造福员 他的CT值是14.3 也就是说他在高度可传播期内 那他有他的照顾服务的家庭 有他的其他的这个清流 所以这个传播链 事实上根据昨天匡列裁检的结果 是有增加确诊个案 那么这个确诊个案 那么下午2点指挥中心会来说明 这个确诊个案的状况 那不过因为一采检出来 我们立刻进行了这个相关的防疫的一些 这个对策 我们有除了华勋国小 那停课14天到寒假 我们有增加一个中立的国小 那么也停课14天 那么停课期间请教育局 这个安排停课不停学 然后也安排 请卫生局安排匡列裁检 另外有增加两所国中 那么先采取预防性停课一天 那两所国中也在中立 那因此哦 这个部分就请教育局全力 协助学校 进行相关的防疫的作为 那么 这个部分大概还会增加几个部分的工作 第一个是 我们 这个学校的保护是很重要的 请各级学校要加强哦 师生的个人防护的 这个宣导以及规范的要求 然后 学校现在也是要全程戴口罩 包括课程的教学 那之前 放宽的不戴口罩都取消了 所以学校的教学方式哦 也要做一些调整 确保学校的安全 那另外 这个因应学校这部分的 包括这个可能的预防性的作为 我们各级学校跟幼儿园 那年终的感谢参会 就一律移到春节后 那试疫情状况再来举办 减少学校的风险 那学校的场地 就不外界 室内场地 室内如果有民众来 举办各种活动的需求 学校场地就不外界 到春节后 那试疫情状况 再来做调整 所以我想学校这一波呢 也要特别请教育局来协助 那卫生局的部分 匡列的范围 我跟大家说明 那如果是 这个同班同学 或者是补习班 或者是安亲班 客服班 一样同班同学有人确诊 那就全班都要安排採检 那如果有跨班活动 跨班的也要安排全班採检 所以这採检范围是大的 那因为这个 这一次的Omicron的病毒 传播力很惊人 那么可能一个会传五个 所以这个疫调的部分 要确实 那我很谢谢 卫生局疫调团队 那么第一时间 就做好匡列採检 那匡列採检完成后 就随时 这个 如果下一波的确诊的话 就要随时再扩大 所以每天 不是以天为单位 几乎都是以小时为单位 好 这个部分 就请卫生局全力以赴 该匡列的 匡列 该採检的採检 该隔离的隔离 时间上 要尽量的做到 这个即时 有效的处理方案